我来分享一下我老公做的空间菜 然后香菇 还有辣椒 还有肉丝 肉丁 超好吃的 超级下饭 然后卷个馒头 就超级超级好吃 但是我今天晚上没怎么吃 我老公就问我为啥 为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 这个碗本来今天晚上这是我吃饭的碗 这是这样放的 然后这个是放在这边的 这个菜呢 是放在这里的 然后呢 我就只吃这三个菜 因为那个太远了 够不着 后来呢 它又把那个菜呢 又给我移到这来了 然后我才开始吃 这就是懒人 你手机响了 是不是快递到了 快点 快点 让它送到家吧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刚刚是有个男的电话吗 对 是的 快递到了 哎呀 开箱 不知道它是什么 还挺激动的 好久没有领导快递 哦 这是拍东西的是吧 是不是拍摄 手机是放在哪的 放在这个位置 没有手机 这叫运动相机 这就是摄像头 这就是屏幕 这是防抖的 拿着拍的 拍完以后 数据可以传到手机 你给你做剪辑 嗯 但是我要这干嘛呢 拍视频吗 我不是有手机吗 手机抖啊 而且你不能在路上拿个手机箱子吧 你现在出门拿这个就可以 上课也可以拍了 就等着什么也可以拍 好奇怪 你会不会做大V 我也做不了大V 什么东西 这是我对你未来事业的期许 跟投资 我现在才几十个粉丝呢 你现在就投资 那你以后是最优虑 不买这个也可以 我有手机拍挺好的 我也不是老拍 头玩没事拍着我 对就觉得你拍少了 这两拍你就可以相多让拍了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了 我还得学习呢 还工作 要不您让我辞职吧 别干了 粉丝可能也不会同意的 这你给拉倒吧 刚刚在叫准 刚发现这里面 没有那层卡 我还得到鲜鱼上买一个卡 嘿嘿 还没 开始用到过两天 买到的卡到了 试用一下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他可以把这个声音给他放大 就夏天会不会感觉很热 用这个 嘿嘿 然后这个我还没 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用呢 我试一下用这个拍出来的东西 看看跟手机有啥区别 有点贵 三千多 我觉得还不如手机方面 手机去哪都会带着 这玩意唯一的好处就是有点小 我还没用啊 不知道他的好不好应 到时候再说吧 谢谢老公 抵个心 嘿嘿